另外在供商新闻方面,通美健康公司于近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,宣布推出通美经络能量平衡系统疗法,并在当天宣布了公司下一步发展的规划。 通美健康公司创始人陈光火,投资人Jimmy Wang,以及市场部经理Paul Posider等都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。 陈光火在当天为来宾讲述了自己创立通美的经过。在多年以前,他曾经因为自身的健康问题,一度求助西医无果,这促使他开始研究以皇帝内经为主的中医理论,并通过经络能量平衡进行治疗,效果显著。 因此,他希望将此经络能量平衡系统疗法发扬光大,并于2008年创立了通美健康公司。 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一套网上的经络能量的测试分析和调理系统,精确地在10分钟之内,我们能够精确地发现他的身体里面的不平衡和阻塞处,然后用我们自然的方法来进行调理,快速有效地达到帮助客人取得有效的结果。 直了解,自从公司创立以来,其经络能量平衡系统疗法已经通过数千人的测试、分析和理疗,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 该疗法通过仪器测量人体经络能量状态,并通过公司独创的软件进行分析,使医师能够提供准确的治疗方案。 通美的市场部经理Paul Perceder也在当天指出,该软件对人体的气能量创建了可视化的度量,设计响应经络的穴位推拿保健,相信能让更多的人受益。 通美健康公司的投资人Jimmy Wang也在当天指出, 通美经络能量平衡系统疗法将中西医结合,能够造福更多有需要的人有着无限的前景。 凤凰卫视林安琴,洛杉矶报道。